大家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當今中國 不少曾經繁榮的產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24年中國迎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產業調整和洗牌 十大泡沫產業將在這場風暴中徹底破裂 給經濟帶來巨大衝擊 中共一直對外宣稱中國是電動汽車市場的全球最大市場 然而 其實電動汽車是另一個類似於房地產泡沫 而且比房地產還要爛尾的產業 彭博社報導說 中國電動汽車市場在過去幾年內迅速發展 吸引了大量新企業的進入 然而由於補貼政策撤回 以及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等因素 導致紅極一時的新能源電動車的市場泡沫破裂 過去三年至少有75個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慘遭淘汰 預計到2025年還有會六七成的品牌將面臨淘汰 為了提高競爭力 各大品牌大打價格戰 對新創品牌和中小型車廠造成了不小的傷害 2024年中國新能源車市場競爭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 習近平特別推崇的新制生產力 包括電動車在內的幾大產業 當局稱其是經濟新命脈 是中國經濟大海裡強勁涌動的一股新潮流 然而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都不到3% 相比房地產這類體量更大的行業 在後疫情時代 當局想依靠這些行業來挽救經濟 顯然不太可能 預計在2024年 電動汽車市場還將掀起一輪輪的價格戰 目前電池和碳酸鏈的價格已經從去年的40萬億噸 下降至今年的10萬億噸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停止購買電動汽車的想法 而且未來10年電動汽車的價格有望下降到現在的一半 這也意味著所有購買電動汽車的人都可能成為冤大頭 據最近發布的2024汽車消費者洞察報告顯示 2023年有22%的車主後悔購買了純電動汽車 其中主要原因是充電不變 要解決這些後顧之憂必須普及充電基礎設施 大家都以為中國房地產快觸底的時候 沒想到新一輪房地產的暴跌又開始了 根據中國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報告 2024年3月份 100個重點城市的二手住宅市場 呈現出了一種低迷態勢 整體而言 二手商品住宅的價格仍在下跌 而且下跌趨勢不斷加劇 今年上海樓市沒有金三銀四了 二手房非常慘淡 現在二手房市場價根本賣不掉 你必須是低於市場價5%到10% 必須是砸盤的價格才能賣得掉 過年到現在多久 市中心這幾個板塊新天地陸家嘴 徐慧賓將二手房成交幾套 就一套到兩套幾乎沒有成交 這麼多經紀人喝西北風啊 當前上海二手房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許多房東寄希望於市場回暖或政策放寬 期待外地人湧入上海購房 也希望再等一等 房子的售價能夠提高 但實際情況卻不盡如人意 你知道北京樓市現在有多可怕嗎 二手房現在跟本東賣不出去 那天我的一個委託人告訴我的數據 萬流片區這麼多小區 這個月總共只賣了10套房 他們家的房子這個月都沒有看房的顧客 你能想像嗎 這是萬流 全北京最受關注最受矚目的地區 現在市場上充斥著功過於求的現象 導致房東面臨巨大的銷售壓力 北京二手房的掛牌量已經達到了歷史高點 突破了18萬套 但卻沒有看房的人 購房者也在觀望 期待房價可以再降低一些 因此多數二手房子無法成交 市場上充斥著功過於求的現象 導致房東面臨巨大的銷售壓力 從下跌週期來看 三四線城市尤為艱難 市場普遍認為 這些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陷入困境 而二線城市則成為跌幅最大的城市群體 其跌幅在各個方面均處於最高水平 許多中介表示 儘管市場上仍有很多有效需求 但由於政策尚未明確 購房者普遍選擇觀望 在上海二手住宅成交量連續5個月下降 成交價格也出現4%下跌 深圳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在持續下降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5% 在北京等地剛需型樓盤受的歡迎 但整體下單量相對較少 大多數購房者仍處於觀望狀態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至2月房地產數據也顯示 全國房地產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降幅超過了20% 相較於2022年 房地產銷量的降幅僅為8.5% 這表明2024年樓市的開局異常冷淡 一線城市可能需要採取更為寬鬆的政策來應對 中國一直以來都特別火的學區房市場 最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 四大一線城市北京 上海 深圳 廣州 學區房的價格都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導致許多投資者虧損慘重 以北京為例 曾經熱門的學區房區域如萬流地區的房價 一度居高不下 被認為是北京最牛的學區之一 然而現在這些地區的房價也出現了大幅下跌 據說一套44平米的小房子 在短時間內就跌了600多萬 相較之前 高位價格少了300萬元 讓許多家長感到心態崩潰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大城市 上海的高新花園學區房 成交價從過去的10至9萬每平米 下跌至了如今的4.9萬每平米 跌幅達到了205萬元 而深圳一些熱門學區的房價 也經歷了大幅下跌 部分區域的跌幅甚至高達50% 造成學區房市場動盪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 隨著入學人數的減少 學區房的價值拐點也隨之出現 其次 教育逐步公平化 學區房可能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房屋重新回歸住房屬性 此外 對於普通家庭來說 花費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給孩子上個好學校 卻最終只能拿著不到1萬元的工資 這種投入產出比太低了 因此買學區房的人越來越少 今年來經濟環境不景氣 很多人選擇購買黃金避險 還有人認為黃金首飾不僅可以保值 還可以佩戴 一舉兩得 因此一度出現黃金首飾搶購潮 然而黃金價格飆升的消息令人震驚 比如2024年5月7日 周大福的金價為713元每克 加上大約100元每克的工費 黃金首飾的總價大約達到813元每克 可回收價格卻只有500元左右 而且在黃金批發渠道 黃金首飾的價格含工費是580元每克 比周大福便宜了233元每克 現在購買黃金首飾簡直就是交智商稅 更有消費者指出 日前他帶著五件金飾品前往上海 某二手店進行回收 在融金之前 這些金飾品在側金以上的檢測結果 顯示純度均在99%以上 可融金後再檢測時 三個檢測點的純度分別下降到了 93%至96%之間 店員表示 由於純度不足 只能按照回收價的9折進行回收 更讓購買者崩潰的是 最近一周黃金居然暴跌了17% 多個品牌黃金爆價 包括周大福和中國黃金 重回每克500多元 優惠後只需599元一克 甚至白銀等有色金屬的價格也在持續下跌 業界分析 雖然黃金價格最近有所回調 但仍處於高位 中共央行已經連續第17個月增持黃金儲備 不過央行最近的購買量有所減少 這可能預示著黃金行業未來存在風險 在許多分析師看來 金價近期飆升至歷史新高是非同尋常的 因為美國實際利率正在上升 而這通常會使金價暴跌 但現實恰恰相反 對此彭博市場實時報道員和策略師加菲爾德‧雷諾茲指出 這一矛盾表明除非經濟或金融危機導致風險資產崩潰 否則金價很可能迅速逆轉至今年的漲勢 我們再來說說已經崩潰的鑽石行業 中國財經新媒體斑馬消費報導指出 去年中國鑽石產品市場規模約為600億元人民幣 同比下降於27% 眾所周知鑽石被視為愛情的象徵 中國的第二鑽介更是將這一概念推向了極致 打出了一生只能送一美的口號 甚至規定每個人只能憑身份證定制一次 然而這種營銷策略已經失敗了 近幾年即使是女性也開始逐漸擺脫了鑽石愛情的童話 這也導致鑽石銷量大幅減小 第二鑽介母公司抵押股份 去年的營收歸母淨利分別同比下滑了40.78%和90.54% 扣非淨利潤更是首次虧損 銷售珠寶首市比上年同期少賣了15.67萬件 利潤跌了90% 主打婚介的萊申通靈去年規模淨利潤虧損7619.81萬元 同比增虧99.18% 戴比爾斯去年全年收入竟然下滑了34% 並且4年累計虧損超過33.4億 已於今年3月摘牌退市 我們都熟知的珠寶品牌 iDo鑽介的母公司直接破產重組了 曾經收割全球資本的鑽石如今貶值率高達9成 之前因為培育鑽石的價格相對於天然鑽石更便宜 而且外觀差不多而備受追捧 一顆一克拉的培育鑽石定制的鑽介大約只需7000元左右 而同等級別的天然鑽石則需要4-6萬元 但現在培育鑽石也賣不動了 早在2020年 全球人造鑽石的產量已經達到了600萬至700萬克拉 其中近一半來自中國 隨著大量的人造鑽石湧入市場 人們逐漸認識到鑽石不再是一種單純的保值資產 所以銷量大幅減少 不僅鑽石市場受挫 其他消費性珠寶如翡翠 紅寶石 藍寶石 珍珠 祖母綠 碧喜等也面臨銷售困境 隨著人們對翡翠的認知和欣賞水平不斷提升 翡翠珠寶的市場需求也隨之上漲 然而部分市場需求的激增 往往會導致一些不良商家採取手段來推高翡翠的價格 甚至造假的翡翠珠寶 而且在翡翠行業 有據俗語說 3年不開張 開張吃3年 暗示了其中的暴利 因此許多人被金錢誘惑 大舉進軍翡翠行業 希望能夠在其中獲得暴利 多種原因導致整個市場呈現出虛假的繁榮景象 就像泡沫很容易被戳破 近年來 小型零售商由於貨源不足 以及品牌知名度低下的問題 為了在不虧本的情況下賺更多的錢 他們常常會利用消費者愛尋找便宜貨的心理進行價格戰 大品牌的翡翠價格通常幾千甚至幾萬 而小品牌可能只需幾百就能買到類似的商品 翡翠行業的高利潤讓人們對珠寶商產生了不信任心理 擔心會被欺騙 翡翠行業也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 假貨泛濫成災 讓消費者難以辨別真偽 由於缺乏全面的瞭解 不少消費者選擇望而卻步 翡翠行業逐漸低迷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消費降級已經是普遍存在的現實 隨著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 許多人仍在艱難度日 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下降 這也導致了翡翠等首飾珠寶的銷售變得更加困難 茅台9近期降價的消息引起了市場的轟動 報導指出 53度每500毫升的飛天茅台 批發價已跌破2600元 相比之前一度衝上3000元的價格 著實讓經銷商心驚膽戰 因為對他們而言2500元是一個生死線 而價格跌破2600元則意味著要瀕臨崩潰的邊緣 此次 茅台降價的原因有多重因素 一方面是消費需求的下降 茅台作為高端白酒 其需求受到消費者收入水平和信心的影響 如果經濟增長放緩 或者消費者對未來經濟前景感到不確定 他們可能會減少對奢侈品的消費 這就會影響到茅台的銷售和價格 茅台酒一直被視為整個白酒行業的風向標 4月8日 茅台降價的消息傳出後 整個白酒板塊都普遍下跌 中正白酒指數下跌了4.13% 酒類ETF下跌了3.97% 另外 白酒行業近年來存在著過剩產能和庫存積壓的問題 酒起為了提高市場份額和業績 不斷擴大生產規模 導致了產品供應過剩 這種情況下酒起可能通過降價來刺激銷售 減少庫存壓力 曾經擁有一支最昂貴的大品牌化妝品 是很多中國女孩子的夢想 LV 迪奧 香奈爾等國際奢侈品牌的化妝品 被視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擁有它們代表著成功和高品味 可現在更多人開始理性消費 社交媒體上還充斥著關於如何挑選性價比更高的化妝品 如何替代昂貴產品的內容 這一變化不僅僅反映了經濟條件的改變 也反映了消費者心態和消費觀念的變遷 值得關注的是 韓國知名化妝品牌春雨 已經停止在中國市場的運作 這並非個案 近年來多家知名韓國化妝品牌 相繼撤離中國市場的一個縮影 艾茉莉太平洋旗下的瑞施豐銀 品牌撤電率已超過80% 其旗下另一品牌一地之屋 在2021年已經徹底關閉了中國市場所有的線下門店 除了韓國品牌外 幾乎所有在華外資化妝品企業都出現了撤電潮 這表明中國經濟的不穩定對全球化妝品市場產生了直接影響 近年來 蘋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一直是智能手機市場的巨頭 其旗艦產品備受消費者追捧 不過中國智能手機市場每週銷量追蹤報告顯示 2024年前六週中中國智能手機市場整體銷量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7% 其中蘋果同比大跌了24% 此前公布的數據也顯示 在2023年四季度 蘋果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的出貨量同比下滑了14.6%至1400萬部 分析指出 隨著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 許多家庭的收入並沒有相應增長 房價 教育 醫療等支出不斷增加 使得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不得不慎重考慮自己的消費選擇 優先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尤其是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 人們更傾向於選擇價格更為實惠的手機品牌 而不是花費大量資金購買蘋果的高端產品 在貴州的某個地區 往年這個時候的綠茶銷量達到1000多萬 但今年到目前為止銷量只有100多萬 僅相當於往年的十分之一 這個數據足以證明 近年來茶葉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綠茶為例 往年作為禮品贈送需求 對綠茶銷量有很大影響 但今年商務茶和包裝茶的銷量大幅減少 導致了綠茶銷量的急劇下降 其次一些強勢品牌 如胖東來超市的加入 使得茶葉價格信息變得更加透明化 難以再像過去那樣通過信息差來獲取高額利潤 之前茶客在收購茶葉時 累積了大量庫存 因此他們對新茶的需求也相應減少 在這樣的市場背景下 除非經濟再次迅速復蘇 否則茶葉市場的困境將難以改變 據說目前積壓在倉庫中的普爾茶 就高達幾十萬噸之多 即使雲南茶產業停工歇業 僅靠現有庫存 也能支撐市場消耗數年 現在經濟增長勢頭疲軟 各行各業都在應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寒冬 茶葉作為非剛需品 受到外部環境的嚴重影響 消費者普遍選擇消費降級 將更多的資金用於必要開支 而不是購買茶葉 此外許多茶客已經選擇了 他們認為可靠的茶葉廠家 他們不太願意改變購茶的習慣 這也增加了茶葉銷售的難度 以上這些即將崩潰的產業 都是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縮影 如何解決危機 成了人們關注的重點 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 外界非常關注 習近平能否找到 避免經濟斷崖式崩塌的解決方案 中國知名學者溫鐵軍日前則揭示 中共當局正面臨史無前例的經濟難題 他指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幾乎每一屆中共領導班子都會遭遇經濟危機 這與政治週期同步 溫鐵軍透露一些發達地區的縣級市和 鎮級單位的負債高達數百億甚至上千億 前任政府留下的巨額債務通常通過爭地 抵押地產等手段擺平 據他調查 現在南方發達城市已經出現大量企業破產 和勞動力下崗導致民間債務激增 社會不穩定 溫鐵軍還指出中國面臨著嚴峻的社會矛盾 通貨膨脹可能引發實體經濟衰退 進而導致工人失業 這種情況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 經濟危機轉化成社會危機 甚至轉化成政治危機 發生顏色革命等都是非常普遍的 好 感謝您收看《慧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節目 下次再見